台湾直南过去这半个月变化非常的大 也让人非常的震惊 P联盟六支球队原本跟T1联盟的五支球队 11支球队原本要二合一共组联盟 但是几乎花不到三天的时间 马上又分裂了 PLG先有三支球队特回到P联盟 包括富邦 领航员 另外就是钢铁人 那才隔一天 他们又说服了原本T1联盟的台钢烈鹰 重新加入到P联盟 所以目前PLG里面还是有四支球队 那另外原本二合一的新联盟 现在叫做台湾直南大联盟 总共有七支球队 这七支球队里面有三支球队 上个赛过去四年都是PLG里面的球队 包括工程师 梦想家 另外就是新北国王 当然球迷他们会认为说 台湾直南不能够分裂 一分裂可能整个产业 就会遇到很大的困境 那我的看法跟大家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台湾直南原本就没什么次序 2020年不到三个月 PLG就成立了 很多球队不到三个月 它就冒出来了 所以我们从2020年到2021年 一共出现了12支职业球队 我想连台湾棒球都没有这样的能量 所以台湾人有多喜欢篮球 台湾的企业 这些企业的二代三代 他们对于篮球有多狂热 我想这是台湾直南 台湾篮球产业最可怕的地方 它的深度你永远无法预期 我的看法比较宽阔 比较开框 过去这四年 PLG它经营得非常棒 不管是工程师 梦想家 富邦的主场 都有它一定的声势跟声量 那T1因为晚了一年成立 被认为它是来抢饭晚的 我也不懂这个观念跟逻辑是哪里来的 那至少P联盟 它凝聚了六支球队 过去这两年 它剩下了五支球队 它还是在投资 在培养球员 在打出更精彩的比赛 T1 League 在过去这几年 两三年的声势 虽然不如P League 但是不管怎么样 T1这几支企业的球队 它愿意付出 经营的好与不好 你可以去批判它 但是这些球团的老板 这些企业组 这些球员都非常的努力 所以展望未来 未来就是 台湾自然大联盟 跟P联盟 两个联盟的对抗 我想这个对抗是好事 合并不一定会更好 合作二合一 也不一定能够创造 整个台湾自然的融解 我一直赞成 两个联盟并行来相互竞争 P League 做它自己的事 大联盟 做它自己的事 我想两个联盟 让球迷可以有所选择 市场机制 球迷的喜好 媒体的风向 网路的关注力 它会决定 哪个球团 哪个联盟 可以赢得更多的掌声 可以永续经营下去 所以 我的理念蛮单纯的 越多的企业 来组球队 参与职业篮球的耕耘越好 我希望他们可以 永续的经营 我希望他们可以不断的付出 因为在台湾玩职业篮球 他永远都不会赚钱 目前看起来 P League 在未来的这一年 他们遇到很多的挑战 因为富邦老了 另外就是 体质并不好的球队也太多 在四支球队里面 它的组合变化更少 所以接下来 对于P联盟来讲 他们真正的行销挑战 才刚要开始 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池南大联盟 对于P League来讲 接下来 真正的考验是市场 是球迷 是网路的关注力 我想回到市场集市 让市场 让自由集市 来决定 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全国的赢家 全国之市場 全国之市场 全国之市场 全国之市場 全国之市场